字幕志愿者 李明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明哲 上個禮拜大家已經看到了香港的非常多的一些社會運動還有人權倡議的運動者被用非常重的一個罪行司法追殺而且立刻入獄 也就是中國的黑手已經深入了司法他們司法的獨立的領域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讓我們非常的悲觀而且非常的擔心接下來到底還會發生什麼樣更嚴重的事情 那回到台灣李明哲先生已經被中國非法關押了今天是第156天 我們很遺憾今天到場的台灣的媒體非常的少這顯示出越來越少的人 越來越少的人在關心這件事情了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我們之前有147個台灣的NGO社會團體還有全球的NGO團體我們發起了連署我們抗議李明哲因為他的言論自由 因為他相信人權以及推廣民主的這樣的一個信念 卻被中國用任意的羈押跟逮捕的方式然後沒有任何訊息強迫失蹤到現在我們沒有任何一點新的訊息 中國在六月的時候說他已經幫他指派律師但是到現在這位律師到底是叫什麼名字 這位律師到底是誰根本沒有人知道他也從來沒有跟台灣的家屬做過任何聯繫 請問一下中國口口聲聲說他是一個法治國家一個法治國家裡面所指派的律師竟然可以連家屬都不需要做任何的聯繫嗎 所以我們會持續的明天其實中國國台辦他們也會在有一個例行的記者會 所以我們為什麼選在今天開這樣的一場記者會我們就是要問國台辦請問李明哲先生到底現在被關在哪裡 請你明確的告訴台灣所有的民眾全世界的人也都在關注這件事情 之前歐盟的議會也已經正式的發聲發出過決議文聯合國也已經正式的受理這個案件 還有美國的國會也已經將李明哲列為他們的政治犯的救援名單 所以請中國政府正式的回憶台灣的所有的民眾工作者以及家屬 還有美國國會以及歐盟議會以及聯合國的人權機制 李明哲先生現在到底在哪裡 他到底犯了什麼樣的法律請你提出具體的事證 他的律師到底是誰 請趕快跟家屬聯絡 這樣的種種的一個做法都已經完全違反了他們自己的刑事訴訟法 也違反了所有國際上面的一些基本的法律刑事訴訟相關的一些規定 那我們今天在這邊 我們除了要求 呃中國要趕快去遜出的釋放這些訊息之外 我們也要要求中國政府他應該要根據兩岸司法的互助協議的第三章的第十二條 賦予家屬的人道探視權 在四月十號的時候李靜宇女士想要過去做所謂的人道探視 這個是依照兩岸的司法互助協議的第三章的第十二條裡面的規定 賦予他的權利 可是中國在沒有給任何理由的情況底下 單方面的取消了他的台報證 沒有給任何的一個書面的說明 因此接下來李靜宇也會正式的發文去做我們剛剛所說的所有的上述的要求 要求中國政府告訴他到底他現在被關在哪裡 還有賦予他家屬的人道探視權 然後我們今天在這邊我們正式宣布李明哲救援大隊成立 這個救援行動不會停止 只要李明哲先生沒有回來 我們就會繼續做所有的行動 那包括八月二十八號跟二十九號 我們會在台北律師公會舉辦獎支培訓 接下來北中南東全台灣我們都會進行所謂的巡迴演講 以及等一下司感會也會說明我們還會有相關的排字的人體排字的活動 也就是我們手上拿的我們會排free lee的這樣的一個英文字 China free lee 九月份聯合國的強迫失動工作小組也已經正式的受理了李明哲的案件 因此在九月中旬的時候李太太也會到聯合國去正式的去做說明 說明這個李明哲現在目前持續被強迫失這種狀況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期以來關注這個政治犯以及政治犯的家屬 過去在白色恐怖時期用低調的方式去做聲援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李明哲這一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發現這種強權統治的國家像中國他用這種恐怖的方式想要維繫他政權的穩定 但是我們就發現在聖經裡面有提到說不可以做假見證陷害的人 我們發現這些用強權統治的國家為了維持他的政權利益 常常就用誣陷的方式讓無辜的人受到侵害 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這裡要特別站出來 也跟李明哲的家屬站在一起 為了聲援他在這邊繼續的呼籲中國政府要盡速的釋放李明哲 另外一方面李明哲這個個案其實也是對台灣國家主權的一個侵害 因為他隨便關押一個外國人 然後沒有經過公開的審判 也不知道罪名到底是什麼一直變來變去 我們就發現這個事態非常的嚴重 所以也在這邊來呼籲台灣政府包括蔡英文總統 以及在國會的這些議員們 都必須發聲繼續的為釋放李明哲來努力 我想李明哲已經被中國非法的拘禁超過五個月 那今天這個大隊的成立其實就是代表著 我們台灣民間社會對於釋放李明哲這件事情的殷切期盼 還有我們對於沒有釋放李明哲這件事情 我們的憤怒以及想要對中國政府表達抗議 那在這邊我有兩點想要提出來 第一點就是我想我們民間團體已經做了非常多努力 那我覺得我們官方也應該跟上 所以我呼籲包含我們各級的學校組織 還有各級的官方機構 由官方成立的這些財團法人 未來在跟中國有任何的交流或是事務性的磋商 或是參與國際會議有中國代表戰的時候 都應該向中國政府中國的官方代表表達台灣公民社會 對於釋放李明哲的殷切期盼 第二點我要呼籲我們的投審會 未來在審查任何中資還有中資相關的一些資金 進來台灣投資設立分支機構的時候 都應該要增加所謂的人權審查 如果這些企業這些投資人這些最終的受益人 他曾經涉及配合中國官方打壓人權 配合中國官方逮捕政治犯的這些行為這些行動 我們都應該要禁止他來台灣投資 同時我要呼籲NCC未來在審查 有任何中資背景的媒體進入台灣的時候 也應該審查這些有中資背景的媒體進入台灣 他有沒有涉及配合中國政府打壓言論自由 配合中國政府打壓他們的人民在內的一些行為 如果有這樣的行為 我們就應該要拒絕這樣的媒體進入台灣 我想我們公民團體已經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我們也呼籲我們的官方機構不只是陸委會 其他的有官方背景的機構也應該加入我們的行列 一起要求中國政府釋放黎明澤